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 你好 你好 我們今天有感謝大家 我們現在人在曼格文 喔耶 又去玩了真開心 我們現在在BTS站上面 那我們現在要去Chin Long站 Chin Long 先去市區走一走 然後先去吃點東西 我們昨天晚上是搭泰式航空 到郎曼機場 很早就到了 5點4、5點就到了 對然後睡了一下 現在剛好落地前免費啊 對啊 但還好沒有排很久 你的應該算還可以 然後我們睡了一下 然後現在就出發 先去吃點東西吧 我們在那個雞 綠色uniform 制服的 因為粉紅色制服的 它沒開 先吃這個 加甜醬油是不是 對 甜醬油很搭 其實我覺得主要呢 就是它很便宜 對 然後再來它幫你去了補 對 那我覺得 雞肉它都是那個 溝通上比較有問題 它是擺在雞胸肉啦 對要溝通 他們好像可能 英文上我也不知道 比較難 現在要日落了 還不錯耶 我喝 所以石榴不是巴勒 我以為石榴是巴勒 我以為石榴是巴勒 那它剛剛不是切皮 你看一顆紅色 我從來沒看過這種東西 有啦 沒有沒有 台灣沒有看過 我們這次來到曼谷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背後的這間店 這個 對這間賣香氛的 這是因為我們上次 在清賣的時候 最後要離開的時候 發現在浴室 它有放了一瓶 這個牌子的香氛 很香 它是它蜜瓜味的 對很舒服 那我們回到台灣 我們有在蝦皮上買 那這次來到曼谷呢 我特別要來這邊 來買一下 因為石榴真的超大 而且這個就是曼谷的品牌 恭喜你 好像買了好幾個香氛 而且買到變成VIP了 會員加入會員 這個是石榴外面 現在一個市集 可是它價位好像有點高了一點 那個曼谷塞車果然是很厲害 我們來到那個 霓虹夜市 對 然後先來吃這個豬湯 然後還有烤魚 然後還有啤酒 然後還有那個椰子 還有一些菜 還有西湯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可是我鏡頭也太糊了 但是我想說這個啊 它明明說是少辣 確實很辣 愛 我們吃的那個餐廳啊 它的豬骨其實還蠻好吃的 蠻入味的 對 然後烤魚也很好吃 我們想吃烤魚也說很久了 然後配上那個啤酒 真的很棒 然後剛剛我們是9個人 透過9個人吃 然後想說就是 如果一個人大概400台幣 我覺得可以接受 然後他一直說 他應該不會超過1500 我覺得不可能 然後我家人都覺得不可能 結果真的是1500不到 我一個人才160幾塊 我覺得很便宜很划算 超便宜的 早安你好 今天我們來到五層76幅 對我常常忘記到底是幾十幅 然後就是他集中不同泰國的建築 那他有遊園車 但是我們有租的那個golf car 然後可以自己開車 就是隨時看到什麼地方 想要停下來拍拍照走走都可以 而且今天天氣超好的 真的很舒服 園區很大 大概要逛兩三個小時左右 對 有一些人說一天都逛不完 那我們就看今天會在這裡走多久吧 五層76幅裡面 然後隨便挑了一間餐廳 然後是buffet 因為外面太熱 然後現在這邊就有冷清 然後就可以吃 你看他是超豐盛 一個人一盤 然後還可以再加這樣子 然後外面也可以拿 然後這個是拼頭 我們來跟大家說一個 有趣的文化 當地的文化 就是在泰國這邊呢 你如果在做BTS 那你如果旁邊是真侶的話 就是真侶有坐在那邊 如果你是女生 那你不可以坐在他旁邊 他旁邊 對 但是隔一個男生 就可以 然後他其實那個關愛做 他除了給什麼孕婦啊 老人 對也有給真侶做的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這個就是自由行的 有趣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是Central Embassy 這我是想要去那個六樓 有一個叫Open House的書店去看看 我們現在在火車夜市 然後現在是還沒有碗 剛開始 因為五點開始 我們現在五點鐘吧 然後呢 這邊範圍真的很大 然後很多吃的東西 然後我們應該要挑一些好吃的東西來 試一下 剛剛看到有炸蟲欸 沒敢吃嘛 為什麼不常吃看看 首先第一個 是叫做泰式可麗品的東西 裡面有甜的 甜的是包起司 然後鹹的是包蝦子 很辛苦 這個紅色什麼味道 有 奶油又是甜的 喔對 奶油是甜 你不會喜歡因為它是甜的嗎 好啊 對 下一個 是一個有點像泡麵的麵 的東西 它不是有點像是泡麵 就是泡麵嗎 我猜是吧 會不會吃起來像涼麵的請問 它是wasabi吧 再加一些泰國的辣 這個我覺得可以 但是蠻好吃的 這個可以 它也有花生醬 然後也有一些辣 買了一個那個 泰國最有名的大頭蝦 來到泰國怎麼可以不吃一個大頭蝦呢 你先交給工作人員 好 哇哇哇 這個是有蝦黃的 這個可以這樣吃 這個蝦頭裡面有蝦黃 我等一下告訴大家怎麼吃 先剝身體 我是希望不要掉地上 工作人員會幫你這樣 哈哈哈 吉肱哥哥 來吃熱道蝦 我們剝熱醬 這個味道 覺得應該不錯 喳喳辣辣的 喲喳辣的 泰語阿 什麼時候當然說 太正了 好 首先呢 開始囉 這個蝦頭的話 你要先這樣子 這樣把它拉開 拉開了以後 這邊你就可以 吃到了 就是像這樣 吃完烤蝦呢 要配一個啤酒 超爽 晚上的話 大家記得要來旁邊的 那個停車場上面 看一下這個景色 其實我本來想說 就是網路上都是一堆這樣子的照片 可是上來看到的感覺 親自看的話會感覺真的不一樣 還蠻值得來的 然後這邊也是蠻多吃的 跟蠻多東西的 都蠻推薦的 很大 但還蠻有走的 蠻不錯的 好多人 我們現在這邊非常熱鬧 這邊就是很著名的 那個美工的鐵道市集 它就是會 火車會經過那些市集一樣 哇 所有人都在這個路口 太多人了 好像要來了 現在要來了 所以我們要等一下 對 應該是快要到了 大家都已經把東西都稍微清一清了 連那個棚都已經打開了 對 好 但是它的速度就是比較慢 因為不然太危險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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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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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近 哇 太太太 很近了 哈哈 哈哈 很近啊 好 火車要過了 很久 哦 我現在來開一次 剛才跳 是 2 2 3 我買了一些山竹跟龍眼嗎? 山竹台灣比較少耶 我們現在上帽子 喝船 我們現在上帽子 喝船 這個美艘船呢 它有些引擎都會做改裝 還裝上螺輪,那是超酷的 它有時候會踩下去就會突然很快 這樣實在是太猛了 如果有船都塞在一起 太猛了 我們買了榴槤奶昔 榴槤奶昔 我們在碼頭夜市 這邊其實也很多元 很好喝耶 不錯 因為它不假 那個味道完全就是 但是應該我覺得它有加一點糖 因為單純榴槤應該沒有這麼甜 可是因為奶昔它應該會加一些冰淇淋類的東西 所以它本來就有點味道 但榴槤會很重 哇,也是好甜喔 但是碼頭夜市還不錯 我們在 我們在 不是open house 是pancake house 對,pancake house 然後吃這個 fluffy pancakes 就是fluffy pancakes 這邊是在 CM Square 這個值得一吃耶 我覺得還不錯吃喔 因為我們是在等健新酒家 所以我們有大概 就跑來吃一下 一點時間 我們 幾個人吃兩個 就不到五分鐘 五分鐘就吃完了 今天晚上是我們在泰國的最後一個晚上 然後呢 我們就隨便找了一個 我們在Ari區 Ari這個站 然後 隨便看到路邊有一個還滿多人在吃東西的 而且很香 對,然後我們就選了一個 它就是 烤東西的 烤東西的 烤 那我們就試吃看看 這是綜合 豬 豬肝 豬肝 豬肉 什麼豬都有 還滿好吃的 對不對 好吃 非常有名的那個 四面佛像 要來參拜的人 非常的多 然後 我非常熱鬧 站在那個 BTS的天橋上面 因為我們就沒有要下去了 就來 感受一下 體驗一下 這樣子 我們來到了 Wear House 30 這邊是一個文創的東西的 他說也是倉庫吧 那我們就看一下裡面有什麼吧 現在店開始開了 然後都是賣不同的 就眼鏡啊 然後這個還沒有開 是賣比較舊的相機 然後一些盆栽類的 或者是一些裝飾服裝這樣 你知道嗎 可以猜一下這個是什麼 是泡茶用 我們現在在機場 那我們分享一下我們剛剛怎麼來的 那我們從曼谷市區做BTS 然後做到那個 Mochi站 那 在三號出口做一彎的公車 然後到這邊 從Mochi那邊大概25分鐘就到了 到機場嗎 不是嗎 15分鐘就到了 15分鐘就到了 因為我們沒有遇到賽車 對很好運 一個人是30塊錢 然後車子是有冷氣的 然後上車座有人直接跟你收錢 你就給他找序就好了 對 其實還蠻方便的 這一個路程 那我們要回台北 然後 下次再去別的地方拍吧 大家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或是留言 留什麼 你很帥 好啦 Bye 對 那 對 roller